而昨天反而被我們凸約記者撿到 警方立刻派完地毯式搜查 很像我們開完槍一樣 想撿回這些東西 第一,這個真的要直播 第一,就是這個禁斌州的東西 原來就是那些狗 那個螢光藍、螢光黃 平時放在一個袋子裡 原來只是一粒禁斌州的東西 在淘寶買不知道是否需要兩元 插了就會發光 我想是幾元而已 插了就會發光 當然,我們也是第一次 好像1985年 1984年龍虎炮第一次 揭露處女膜 那一期處女膜,那一期龍虎炮 就是一次封衡 在史上第一次 真正揭露究竟甚麼為之橡膠子彈 屁股你了 很重啊 這顆東西 黑色的就是橡膠子彈 大家看看 這顆黑色的就是橡膠子彈 就是明文天下的橡膠子彈 當然,我是完全感覺不到有任何橡膠的感覺 老實說 我可以怎樣形容它呢 它像是那些門 後面那顆stopper 以前有一顆門 對,有一顆橡膠子彈在門上 它就撞到橡膠上 類似一顆這樣的東西 這顆東西 它除了打不移入之外 因為它是源頭膠 它如果在一個距離底下 我絕對相信它可以打死人 用這麼強勁的發射 怎麽打不死人呢 屁股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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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林鄭月娥政府 林鄭月娥口中 哎呀,我根本都沒有 只剩下三萬警察 屁股你了 屁股你了 去對付我們人民 對付我們異見者 對付反對這個條例的人 屁股你了 殺人武器 屁股你了